腰椎牽引之历史演变 牽引治疗腰腿麻痛自古以来一直存在 最早记载的牽引是于公元前370年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为了矫正脊椎的弯曲和重叠骨节 把患者倒掉菌绑在梯子上 再仿动梯子 利用地心吸力来产生自然牽引 缺点是效果有限 其后衍生为使用车轮牽引装置 也是现代骨科牽引装置的先驱 病人躺在可调节角度的长椅上 用绳子绑着他们的手臂 腰部、腿或脚上 然后使用脚盘将绳索拉开 产生机械牽引 缺点是牽引支点分散全身 无法使腰椎准确受力 踏入中世纪时期 此两种牽引方法已被广泛流传和使用 公元二年 一位罗马医生 广泛流在脚部作垂直牽引 治疗腰腿麻疼 公元1385至1470年中东国家 外科医生蔡雷肺丁杀本富奥格鲁 同样记载了车轮牽引的指引 经过历史的推进和演化 是自然金的牽引 仍然离不开 自然牽引和机械牽引 自然牽引 例如 腰部伸展器或枕头使腰椎曲形弧度拉开腰椎 利用地心吸力和曲形弧度伸展 拉开腰椎 另一种是悬挂大吊单钢或倒挂牽引 利用地心吸力或自身重量 自然下垂 拉开腰椎 自然牽引缺点是效果有限 而且没有准确支点 坐地式牽引床配合电脑控制 就是机械牽引 是利用机器产生牽引力 缺点是需要专业人士协助操作 而且受地点和时间限制 本公司斩新的移动牽引器 结合历史的智慧并优化 B18A利用肋骨和盘骨作支点 适合封形腰病人 B18A利用腋下和盘骨作支点 适合滥形腰肢胖病人 或腹部不输病人 亦可利用甲腋下锻炼动作 产生牽引 治疗腰椎侧弯和腰腿麻痛 配戴牽引气候 减压缓痛便可工作 MEDX, Inspiring Life Without Pain 有兴趣者请看以下资讯 B18A利用生活